第五十二屆白饗艺术大賞 于三日晚间在首屋举行 现场早就聚慢了粉丝们 想要一睹明星的光彩 而这天踏上红毯的男神女神 更是让泪眼花缭乱 包括凭借太阳的后裔 红篇半边天的宋钟鸡 宋慧桥前首现身 让粉丝跟时间较不绝于饿 首先男神部门 这天包括认识完 朴徐俊 朴宝剑 周园刘雅仁 杜锦秀 一续登场 以荣巴引入围的周园 一身黑白西装非常帅气 被问他有没有做个好梦来 杜锦秀帅气正装登场 让现场的粉丝尖交连连 他也亲切地跟现场的观众们 挥挥手示意 紧接着是以电影词 到入围的刘雅仁登场 一样是正装登场的他 最近是不是很忙呢 因为电视剧 他很漂亮 混得高人气的朴徐俊先生 同样是微微笑 跟大家打招呼 而呼称最高的冲中机 宋慧桥更是恩爱的前手登场 让全场粉丝陷入疯狂 他们的高人气也夺走 这天白向艺术大赏的 最佳人气男女新将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